俄军坦克遭乌克兰军队猛攻只剩下一堆残骸 俄军持续进攻 但入侵一个多月始终拿不下首都基辅 普丁闪电占领乌克兰的完美计划几乎破灭 现在更有消息指出 俄罗斯的广防武力已经被砍破手脚 美国国防部最新机密文件指出 俄军在这回战争中暴露许多问题 显示各项军力已不是美国对手 更表示未来唯一对手已经换人 文件直接点明未来唯一敌人就是中国 毕竟自俄乌开战以来 美方就担心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因此未来美方将改变川普时期的大国竞争策略 将往后重心放在中国身上 如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依旧很犀利 甚至指出美方没放弃核武政策 才是造成全球核武安全的罪魁祸首 或许真的是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近期宣布 2023年国防预算将增加到8131美元 相当于23兆新台币 其中核子战略等战机就占了最大部分 如今普丁的失败策略 让国际局势有了改变 也凸显中国的武力威胁正在蓄意增加 三里新闻这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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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